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和大家一起谈一下早一段时间我们的联署是大战我们的交通局数区六中罪的问题 首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现场嘉宾全部都是我们的老朋友 在我身边的就是律师公会的秘书长石立恩先生石律师你好 你好 以及我们的交通资商委员会委员王冬先生王老师你好 你好大家好 我们也好欢迎大家打电话上来的我们电话是2878-9192 或者通过我们的联班卫视官网和Facebook发表你们的网上建议 当然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今天澳门的重点新闻 为期三年的澳门原有法律清理 适应化技术性分析以及处理工作于今年3月按期完成 涉及1976年至1999年12月19日的2123项法律和法令 共有1452项属于不生效的原有法律 张永春称 过程中发现部分法律和现行法律体系明显不协调和不一致 需要另行透过一般修法程序完善 亦有部分无需作适应化处理 相关两类法律共有393项 房屋局公布 业兴大厦一房厅京屋申请人临时名单 包括获接纳和取消资格的申请人 后日起至下月4日连续15日在房屋局停车场内张贴 申请人如果对名单有意义 必须在名单张贴期内提出书面声明 业兴大厦京屋共推出1544个一房厅申请 房屋局共收到15,031份申请 除房屋局停车场外 名单上可以在政府综合服务大楼、街总、工联、库联、名外 及民建联指定的地点查阅 社会文化司司长批示修改悬挂3号或以上封球 及暴雨讯号学校停货规定 若上午六时半悬挂及仍然悬挂3号封球 幼、小及特殊教育全日停货 中学照常上货 若果在上午六时半悬挂及仍然悬挂8号或以上封球 所有教育阶段及特殊教育全日停货 当日即使除下所有封球亦不恢复上货 若当日上午六时半前曾圆挂8号或以上封球 即使在六时半改挂3号封球 所有学校亦全日停货 至于暴雨警告信号 当暴雨信号在上午六时半仍然生效 或在六时半至九时期间发出 所有教育阶段及特殊教育全日停货 若暴雨信号在上午十一时半前取消 中学下午恢复上货 回到我们澳门开港的现场 我们今天的话题 就是和大家一起来谈谈 联署大战交通局 首先我们都知道 在我们的行政长官答物的第二天 有一个联署发出了一个属于报告 他们细数出交通局在巴士服务批级方面 是犯了六宗罪的 我们现在都有一位交通知商委员会的黄老师在场 不如我都问一下黄老师 交通知商委员会看到这份报告之后 交通局有没有急叫你们回来问一下什么回事 急叫就没有 因为他都马上要着手处理透售珊瑚 都不是我们的责任问题了 去到现在 在维奥联网一件事发生了之后 当天就立刻开个会 就是我没有出席因为太急 但是这件事就没有 因为涉及到法律 很坦白就是联署说出了 这个严重的违法问题 我们毕竟不是法律家人士 变成了这件事里面 相对来说还没有正经识识找到我们 但是有联络 这个谈过什么呢 包括电话那些 其实就现在还没有说 不过问题也是围绕着这个六种序 那里少少提及 就没有正式在一个咨询会议那样开 这件事是要说清楚 但是呢 关于这六种序里面相当一部分 其实我们在之前的会议里面 有提及过 由这个巴士的营运模式 到现在其实是谈过很多次 也都反映过 但是当局好像没有什么 接收我们的资讯 就变成了今天这样的问题 包括那个合同 那个文本 其实我们都要求它公开过 但是为什么 就是基于什么原因 它是需要 是不是好像 我们看 好像香港 电视发牌 基于行会保密 或者什么原因 我也希望当局解释一下 最少给我们得个支持 因为我们都要向公众作出的回应 和交代的时候 其实是相当尴尬的角色 不如也问一下 石律师 你认为 在这件事上 他的合同 他现在暂时都未公布出来 那他是不是属于一个 违法的行为呢 还是怎么样呢 其实刚才提到 所谓的大战 我觉得 如果透过汪文局长的解释 他都说 是一个叫做 法律理解的问题 但是因为 在现在阶段 我们手上有的 就是公开的资料 就是这个 廉政公署的这份报告 至于 这份合同里面的一些内容 亦都可以透过这份报告 我们知道的 但是整体上 这份合同的内容 因为没有公布到 所以我们是无从知晓的 至于 我自己个人有个看法 作为业界 我比较保守一点 和审慎一点 这份合同 不公布的原因 会不会是本身 和他的性质的问题 当然如果是一份 批级的合同 按照有关法律规定 当然是需要 是政府公布的刊登 最低限度的部分内容 公共服务批级 那就是一定要公布的 如果你定性 它是一份 服务合同 一般普通的服务合同 就是说政府 行政当局 以它一个 好像普通市民 一间私人企业的身份 和一个 一个 一个 移民者 去定一个 这方面的层次合同 那是否一定要公开呢 有没有法律上的强制性呢 这是我的疑问 但是廉署自己的意见 就是说 根本就不可能 将这些公共服务 按照这些普通合作方式的合同 来批准我们的巴士服务 那石律师有怎么看呢 好像刚才我提到 在作为法律工作者 我个人的角度的态度 我觉得是会比较严谨去看这件事的 反而 因为为什么呢 就是与此同时 亦都大家众所周知 对不起 就是有 最少是两件的訴訟案件 在初级法院进行 也都有这间维奥联盟的公司 他在申请这个破产程序 所以作为业界 不太过适宜去评论 直接去里面 因为第一方面 我也都不掌握全部的资料 但是在这个角度去看呢 我觉得要清楚 尤其是在行政当局的角度 是面对一份报告 是廉政公署 他是有在这方面 对于合法性 这方面的职权 他是有他的职权 和他的权威 面对这方面的一个这样的结论 我觉得 在行政当局方面 应该要重视 去搞清楚 究竟是 不是真的好像 现在两方面 但是定性方面是有问题的 究竟哪方面出了问题呢 是 我们其实坊间一收到这份意见之后 都是可以说大吃一惊 就是说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突然发生 而且是专门选了行政长官答问 第二天才来说 有一些好像陰谋论的声音出现 王老师你又怎么看呢 你觉得他们选择的时间 是否真的有些 量度过一下 当然我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因为其实避免了行政长官的尴尬 但是也是在刘司长上台 达问之前 施政达问大会之前 就拋了出来 那就是变成一种 你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 其实在政治层面考虑 很多事情可以想 当然我们由于 没有一个实质的证据 就像是上司说 我们这个推测 是只能够 纯粹基于一个推断 但是呢 澳门是很败的 只要你长期跟随一些事情 尤其是公共的事情的话 其实很多时候 我根据以往的经验 可以说是八九不离十的 因为其实廉署这件事来说 还是在查的 还有就是我们接受的是 接受的是一个什么的 怎样看到这个合同呢 其实是接受一个二手的资讯 就是廉署这个本身 它就是来自于交通事务局方面 不是一手的 就是我们没有一个原文对照的情况下 很多情况下 会有一个所谓的 它解释 不是完全没有理解的 就是基于理解这个法律 条文上面的 产生的落差 或者是不同 但是我们这样看的就是 在六中组里面 起码来说 理解不同 都不至于全部 是不存在这个事实的 所以 就是 怎样都好 其实就是 因为我们学过危机处理的 就是 政府这件事来说 到今天 那个处理的手段 和方式 都是不符合公众的要求 就是不要说 巴士服务好不好 但是我们直接说回这件事就是 你应该是 就是 在和法律顾问 或者行政法务司 那里 谈过一些高级的法律官员 谈过 在不违反这个 就是司法保密的 程序 前提之下 前提之下 你有些什么 可以尽快回应 公众这个诉求 这个怨气这么大的情况下 作为一个政府 由一个承担的官员 是必须出来说回 哪怕是 一两句都好 否则的话 你越是逃避 变成了这个政府的诚信形象 就是 包袱越大 要问责的机会 也是很高 多一点都问责 下不下台一件事 但是起码这件事 涉及到是什么 我们为什么希望 尽可能是公布 就是一个叫做公共利益 四十几亿的这个公帑 的云庸不当的情况下 市民是有这个 这样的知情权 去知道究竟里面 存在什么问题 以致是我们的巴士服务 走了两年多 好像看不到什么 实质的成效 就是这样 其实希望公布合同 是一个很起码的要求 希望他出来解释 开记者会 或者向传媒 发布一些消息 也是很起码的 就不是现在通过一个 线稿 就是说我们的理解上面的 顾客 可能会带来什么后果呢 现在就是 会激化到官方和民间的 对立程序 你们在逃避 这件事是大忌 所以我要看法律 当然有它严谨的程序 但与此同时 如何符合公众最低的 这些资讯的期望 这也是一个很考当局的智慧 是 其实谈到这里 我们都相信 有些市民 就不太清楚 这六宗的序 究竟是什么 不如我们都做一个图表 给大家看看 我们来和大家稍微解释一下 社律师都方便解读一下 如果可以的话 第一个就是 他说提供服务合同 就是令三间巴士 在没有定立批级合同的情况下 是属于一个违法经营的 那石律师可不可以和我们讲解一下 为什么他这样说 他是一个违法经营呢 其实因为 这个可能就是最重心的问题 是 按照廉政公署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 就是说 其实这种模式 叫做新营运模式 透过这个合同 去购买一些服务 就是 来达致这个 向斯文大众提供这个 交通这个服务 其实原则上按照廉政公署的角度 是应该要透过批级的制度 批级合同的方式来提供的 因而就违反了相关的法律 例如就是这个 六十四邪或八十四M的法令 就是也都知道是八四年了 那对于这个澳门有利的公共服务 批级这方面的有关的法律 另外就是五十邪或八百邪或M的法令 都是八几年的 八百年 那是关于这个澳门运输法律制度的一般的基础 那这方面是关于尤其是这个 客运经营人这方面的问题 另外还有就是这个三邪或九十邪或M的法律 九十年代 都是二十年的 就是定定公共工程和公共服务批级应该遵守的一般原则 所以呢 这个就是这个我想最大的分歧就是 就是将这一种的服务形式去透过这些公共的 其实是一种行政的合同来的 一种批级的合同来到去和这些移民者去签订 或者好像现在这个叫做新的议民模式 而它透过这些服务提供 而是一般好像是民事关系这样的 虽然是政府 但是一个民事关系去购买一些服务 即是等于说交通局是自己创新了一个合作的模式 可不可以这么说 我觉得分歧就是说 不可以说是创新的 而是因为在法律规定是有这种情况出现的 简单去给大家的诗文去理解就是说 例如政府一个行政当局一个部门 它需要一个保安的服务 一个清洁的服务 其实它可以自己去聘请一些人员 那这些人员就是按它聘请的情况下 来到去为它提供工作 一个努力的关系 就提供清洁保安的服务 但是另外一种形式就是说 它去请一间公司 或者请一个人都可以 我不管只要你为我提供清洁和保安的服务 我可以只是针对这个结果 那大家其实在合同的性质上是不同的 那就是可不可以简单说说 譬如说如果我们政府 是不是曾经都会试过批准这些公共服务 给其他的公司来做 我所知如果是保安 一些保安服务 一些清洁服务 很多都是这样判斥的 那都是属于批准的 不是这个所谓的 现在我们说的这个服务合同 但是因为现在问题最主要 就是因为涉及一些公共的客运的服务 而在刚才提到相关的这些法律条文里面 按照廉政公署的理解 就是其实必须要透过这个批准的方式 来和这些营养者签一些批准的合同 这些是行政的合同 那有什么分别呢 就是跟我刚才提到的那些 就是说行政当局它本身 如果透过这些批准的合同 这些行政合同 行政当局是处于一个比较主导 比较权威 它权力大一点点的地位 就是现在反而变成了被动 现在是不可以说被动 那起码是大家平起平坐 就是它可以和我们讲数 除了我不理解的这个合同里面的内容 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规定之外 我不知道因为手头上没有资料 但是如果按照一般的这些模式 就是行政当局也都以好像一般市民大众 一般企业那样 和另外一个企业或者市民大众 去订定一些这方面的服务提供的合同 其实我们刚才都听到 石女师和我们分析的时候 都是84年、88年和90年的法律 也想问问王老师 你会不会觉得是因为我们这些法律过于陈旧 所以导致我们现在会有这样的乱局出现呢 法律滞后是否认不到的事实的了 问题是怎样去理解 有一些事情是否利用那个时间差 即是法律于时代脱了一截之后 你用这个空子去转呢 我们值得去考虑一下 也都是通过这件事情 提醒行政法务师的方面 你真正正正落实 尽快推行去改变一些滞后 落后于时代的面貌 否则的话 其实我不相信这件事会有一个终结 可能是一个逗号 或者说不定 还有无措的事情在那里走着也不定 就是说回这件事本身 我觉得法律是一个有理解有落后的问题 但是也都是正如我理解的事律师 刚才所说的 会有一个这样的情况出来 就是现在他所走着的这个新模式 是一个飞路飞马 两种介乎这两种合同之间的一种 无论两可 简单来说是混乱了 混乱了 接着炒了一碟上菜 那我们一般人来说 我们一个第三者 一个享用这个服务的人士 就不会说那么专业 而且没有那么多的资讯情况下 去看通看透 像X光那样看得到 所以这件事 廉署也教了给我们 原来是 两种合同 原来是混淆了 所以最基本的理解 都是应该 家当事务局 来清这个事实 究竟你怎样 所以我们来看很多新闻 就是 为什么巴士公司可以 平起平座 跟你一样的恶 可以跟你 港价 去告你转头 你拿三千多万 原因就是 它本身就是 定位自己的角色 是处于一个这么尴尬的地步 引致了日后一连串的后果 这件事没得怪人 但我也要不明白一件事 就是 你这么多层次的 法律顾问团队 智囊 通通都没有发现到问题 一路上到去 升到局长 司长 行政长官 一级级的话 为什么都发现不到 这些错漏呢 以前来说 好像比较少 如果是听到这么大件事 这些问题 那究竟 这个是否涉及一个利益输送 或者是有人 利用这个法律条文 去走一些灰色的地带 意图获得利益 这件事 我觉得联署是会跟进 我们也都 现在不方便拿个定论 但我们保留这个意见 是 我们谈到这里 不如先去一去广告 回来之后 我们谈谈第二宗罪 即是说人家交通局 做了人家财政局应该做的事 我们回来再谈谈什么回事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澳门开讲的 我们今天的话题 就是联署大战交通局 说它有六宗罪 那我们现在立刻就来分析一下 第二宗罪 就是说交通局 它是违法订定了这个免税的事项 本身这种职权就是属于财政局的 那石律师你又怎么解读这一宗罪呢 按照联政公署的这份报告 也都提及这方面税务的问题 那廉政公署的报告里面 就提及到这份合同 也是因为它的内容 是有定定一些免税 车辆方面免税的事项 那在这方面呢 是触及了几项法律的 其中就是这个16邪惑96M号的法律 那这项法律是关于这个设立车辆使用牌照税方面的问题 那另外一项呢 就是五邪惑2002号法律 那是关于机动车辆税的规章的 那也是关于困免税的问题 那另外呢 那另外呢 也都刚才提到的三邪惑90 邪惑M的 关于定立内部 关于定立这个公共工程和公共服务 这个批级应该遵守的一本规则 那里面呢 也都有提及到这个税务方面的制度 那按照这份报告的理解呢 就是说 似乎就是透过这份的服务的批级合同 就是超越了一些免税的内容 而在我没有记错的话呢 在这份报告里面提及到呢 就是说 在合同里面呢 是有提及到一些免税 例如牌照税 车辆的免税的情况呢 就是有关的移民公司 它支付了这些税项先 那然后呢 它在一定的期限里面呢 是可以向澳门特区政府去拿回的 可以这么说 是 因而就是造成一个免税的效果 就是说 它自己先支付了 那在一定的期限里呢 就政府会给它 那就是 结果是等于 它免了税 没有给过 是的 而这个职权呢 就按照报告里面的说法呢 就是说 应该是财政局 按照刚才提到的有关的 等等的这些法律呢 规定来去处理的 那石律师 你自己就有没有分析一下 他们为什么一开始会想着 把这些税给它呢 又可不可以想一下他们的什么动机 我自己个人的看法呢 就是 其实 动机 其实我觉得 当然 因为 这种情况 其实在某些情况下 例如我说一个私人的 努动关系 我不要说我老母 努动关系 有机会出现过的 就是 譬如我请一个助手 那我会给他一个薪金 你每个月薪是多少钱呢 那但是 但是与此同时 还有其他福利 那我其他的福利之中 我说 OK 你所需要承担的税行 我都会支付给你 那是个雇主 自己去承担这个 这个税务的责任 可以这么说 所以在员工的角度来说 他最终 是着数的 着数的 即是他其实是没有给过税的 没有给过他 他需要承担职业税 在这个 现在我们提到的 这个情况里面来说 其实 我相信出发点都是 减低 这个叫做 盈民者的成本 基于 有没有其他考虑 我不清楚 但是 按照联署这个报告里面 就是说 你这个盈民公司 你先支付了 但是按照合同的规定 在一定期限里面 会支付回来 但是里面也提到一些 如果没有记错 就是说 假如他在中间 譬如这些车辆 发生了一些转让 或者有些什么情况出现 其实这些税项 就不能给回 其实也是有条件 有一定条件 是 那我们现在也有一位 港生在线 看看港生有什么意见 港生你好 李小姐你好 李小姐你好 你今天整个天 蓝色 多漂亮 石律师和冬哥 全世界人身体健康 晚上好 这样 关于这件事 刚才石律师 都分析得很清楚 但是 就这样 石律师 所以我觉得那些 所谓的邪偏低几行 低几行各样 我呢 就是比较这么看 第一行呢 就适用于他们的了 有人已经用了 三四七刑事发店的 濫用职权 因为一开始 很多听众 已经要求公开 那个报告 那个合同各样 现在出现了六行各样 廉署可以这样 而且在施政报告之后的 第一 有一样东西我也想问 我们的法务师行政法务师 到今天做了什么 行政也是他 法务也是他 没有 完全什么都没有做到 好了 应该这些是立刻停职 上了电视 上了头的 如果谁做错事 这些东西可以做 无名其事 老实说 这个是濫用职权 绝对不可能 再为他细节去解释 因为为什么呢 这件事呢 已经是表面 是个迹象 刚才说 是条件 其实呢 表面的迹象 强烈的迹象 已经显示出来 有人犯了犯 但是哪位 我不知道 但是起码 现在最低限度 法务师要负责任 刘士尧 司长 一定要负这个责任 汪雲也都要 虽然是执行官员 一个局长 现在在这里 我们再去用法律 或者细节邪别 误导市民 用来解释一切呢 是没有意思的 因为这个大前提呢 如果是小市民呢 如果是一个全线人员 一个普通公务员呢 入了仓了 为什么会现在这样 还找办法 帮他们解释 这个不是公共利益 这么简单的问题 这个已经是违法指控了 因为是严重的指控 而是联署的 不是我和石律师 或者黄东哥 你哪位去指控他 现在是政府指控了出来 如果在这里呢 我首先有一点我要提出 如果我们的行政长官 下一年他去再竞选 连任呢 你的团队真的要修改一下 否则不得了 现在我们看看 我们的行政法务师 有没有做过些什么 这些还未需要停职 停职查办最低的限度 都未做 那又不可能会这样 你是不是想好像十个墓地 照收六份五人工 即是我减你十二万 我收十万 即是有新假期 有什么问题 你想想这些 怎可能这样的 如果是一个全线人员 即是死了 所以我们不要再用细节 讨论什么问题 我们用一个大前提去说 现在第一件事 是停职查办 等到这件事 是有了结果 然后再说 现在没有可能 又说入了司法程序 要求三千还便 不是的 这些是你们自己可以出来 条件被人说 港生不如简短一点 这些根本正在挑战法律 如果法律界人士 还在说这些说话 你应没有资格在法律界人士 你不应该在法律界再徘徊 OK 拜拜 好 谢谢港生的意见 我们不如再听多一位 王先生的意见 王先生你好 大家好 是是 请讲 说一下联署的报告 我觉得澳门市民 应该都觉得很震惊 其实 身为一个政府部门 所有经过司级 法务师那些 看过所有的东西 都会发现了 什么原因呢 里面是不是有些私伤瘦瘦 或者不见得光的东西呢 是不是应该要 司长或局长 应该要立刻停职 接受内部调查呢 嗯 接受检查部门的调查呢 嗯 刚才石律师说 我觉得他是 我自己感觉到 他是政府在辩护 是不是 石律师他应该是 他不太明白这件事的情况 他就不可以太过于去选择 我觉得他说的很牵强 因为怎样可以用 一个保安的外判 做一个巴士的外判 那个判级去做一个比喻 应该比喻也不适合 不适合逻辑 根本就是不适合逻辑 就是我们普通市民都这样看 是不是 就是石律师他有很专业的看法 是不是 就是我就不认同他的看法 是不是 就是很牵强 他说的很牵强 好吗 其实王先生 其实王先生和刚才王先生 我觉得有一点 我想澄清一点 首先呢 这件事呢 我相信呢 震惊呢 整个本市民国都震惊的 我作为法律界呢 我不用震惊的字眼 我也觉得很奇怪 就是 刚才王冬老师也提过 就是说是一份这么重要的合同 我相信不会是一个半个法律顾问 因为是会有经过很多人去看的 那为什么这么重心的法律问题 没有人看得出来 没有人去看的 但是我刚才一开始 之前我已经提过 就是说 我作为法律界呢 我相信 我身边很多朋友都问我这个问题 在这个大气电波那么多公众呢 我是没有很足够的资料 就是我现在说的 只是按照廉政公署 我刚才也提到 廉政公署呢 是具有他的权威的 在他那里呢 我相信没有别人说权威 在特区政府里面 关于这方面的问题 我刚才提到就说 如果面对交当事务局 面对一个这么严重指控的报告 其实他有必要呢 要在尽快的时间 去将这些问题搞清楚 是不是真的他们说的 这个是法律界的问题出现 引致有现在的情况出现呢 还是这个叫做 不知道哪里的问题呢 如果是的话呢 我相信在责任方面 就是港生方面的说 我觉得不是我 虽然我是法律界 不是我在这里 去说究竟哪个应该负责 我相信廉政公署一定会 就他的报告会有跟进下去 甚至乎可能如果真的有关 要承担责任的 也都有现时的法律机制 甚至乎可能检测院都会介入 究竟去调查 究竟出了些什么问题 而我刚才所提到的 这些叫做労母合同 和这个叫做清洁保安 是想解释给市民听 是现在政府所签到的这份有问题的合同 就是类似原本 好像按照廉政公署所说的 应该是透过批级的合同 就是说政府应该处一个 比较高一点的地位 来跟这些人民商 而不是批级的 而这个性质合同 这是行政的合同 而不是透过这些 现在好像我们政府去租一单地方 签民和别人签一个租约 或者要求别人提供一些清洁 或者是这些叫做保安服务的合同 那这个合同的性质是一些文化合同 所以我没有任何偏邦政府 也都不是今天 甚至平时都是 我是以我作为法律 专业 法律工作者 我想我也要对我自己的言论去负责任 所以我刚才也提到 我会以审慎的角度去出发点 我亦都同意政府 尤其是特首很多次 很多年的施政报告 亦都说很强调依法施政 如果既然现在出现一件这么大的问题 我觉得亦都是在特区政府的角度来说 应该要好像王老师刚才那样 尽快去组织一个团 一个危机小组 去对这件事较清楚 然后与此同时也向所有市民大众公众 我也是其中一部分 去将一些疑团去解释清楚 如果真的涉及一些责任 一些疏忽的 就按法律的规定去处理 要追究责任也好 有政治责任也好 也都要追究 我在这方面完全认同这件事 所以可能我才解释得不清楚 就令到观众有误会 我相信石律师 都是希望说所有事情之前 至少有个证据 我们现在再听听陈太有什么意见 陈太你好 大家好 石律师 以我所知 你是退休基金会的律师 是不是 这是私人业务的 如果你是 那你帮政府是不可厚非的 所以我觉得你现在 陈太不如说回我们今天的主题 我说回 石律师不应该在这里说话 是因为他在收政府钱 是这么多 麻烦 是的 麻烦了陈太 我们觉得陈太 如果是按照这个私人的工作业务来说的话 是有些少不合适的了 那我们不如说回交通局这几宗罪先 那我们第三宗罪里 他就有提到一个合同中 是没有提及在合同到期或失效的情况之下 成批公司的资产的归属问题 就是譬如说 我们现在这几个巴士 他现在收到的钱 那他是不是应该给政府 还是怎样呢 好像在合同里面没有提及 是不是 石律师 按照我根据这份报告的理解 报告里面提及到 就是说 其实关于这些批公合同 如果何时是完结了 有关的这些财产 可以这么说 应该是会归回去政府的 一般来说 但是这里似乎没有就这些去向 和它的内容 就是清楚去做一个点算 和去交代清楚去到哪里 因而廉政公署有这方面的质疑 是 其实廉政公署 他说完这些罪之后 他自己都提及了三个解决方式 其中一个就是说 政府不如直接解了约他算 赔回一些委约金 重新再来定过这份合同 黄老师你又怎样看呢 他本身应该已经收回来的钱 好像都已经没有收到 现在还要赔回给别人 所以我说这份 其实本身就是一条不平等条约 我们来看这个合同 为什么政府将主导权下降到这样一个地位 就是和别人平起平坐 你主导巴士的营运模式 我们理解一贯都是这样的 但是起码就算不要说是降格 就是我们理解说 你被人指着去怎么做 你起码和别人平起平坐的时候 你已经失去主导权 那你从理论上来说 是不是应该取消合同 当然 这个会不会最后取消到 从现实的角度来考虑 我不认为真的可以取消到 因为他提出三个方向 其实另外那两个反应 我觉得可行性或者可操作性 会比较高一些 而且如果真的取消他 政府会怎样 我不是很没面子 我们可以这样想 所以政府是不可能 我觉得是不可能 九成情况下 除非连着检察院那些 全部深度介入 真的也找到一些 涉及到可能是营花或者什么 迫使到他在内外压力下 最后被迫取消 这件事是再从长计议 但现阶段我们还没看到 只凭这个联署的报告 是现时来说 我觉得不可能 令到他会行到 这个真的取消合同 而且从整个公共服务来说 我觉得取消是有的道理 行不行得通是另一回事 取消是有的道理 因为市民既然都认为 三间交易公司投入服务之后 其实那个出行方便性 或者是变质性 通通都没有大改善的情况 但是你的公帑的投入 是几十亿的时候 理解上面是否应该取消 所以这方面来说 我纯粹从我的技术角度 觉得是有取消的空间 另外再提一下 从公共行政的角度来说 也很奇怪 刚才我们说的第二个中序 其实就是 咦?我们的部门与部门之间 协调那么差 那么多级的法律顾问团队 或者智囊 第一 刚才我说过 第二个就是 你和财政局 好像完全没有沟通 如果不是财政局 各方面会给指引你 那个税要怎么办 是的 那四个法律里面的税项 如何去运用 应不应该由你去处理 如果他认为应该这样 那当然没有问题 问题就是我们不清楚 起码在联署的报告里面 我们看不到 他曾经咨询过的对方 于是这个问题就在这里 你既然没有的话 这个锅你自己背回 这个很正常 所以从不同的角度 我们可以理解到 这份报告的严重性 有些事情 他从法律角度 未必能够清楚指出来 因为他们在调查阶段 或者其他事情正在做 要严谨一点 但是从公众角度 其实可以想到很多事情 这个隐藏着相当多的危机 也需要未来司长 局长如何去拆这个计时炸弹 如果不是的话 我们整个交通 我觉得是没得够 现在正是向着这个地獄走过去 是 我们也听到一位黄先生的意见 黄先生你好 是 是不是轮到我呢 是的 三位好 这样我就看过那份东西 我有些朋友 是读法律的 就来毕业的了 嗯 看到廉政公主提的那三件东西 都是我们市民战师弟的 没得救的了 黄东兄 是 是 我呢 就有一样东西希望你关注一下 我由08年呢 就追了那些巴士 和那些旅游巴 说它是二手车 是在大陆走了很久 然后坐到这里了 有的有的有的 有的有的 好多的 好了问题来了 现在有一个东西 我们准备拿过亿元来 战师弟的 希望关注一下 你们交通事务委员会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现在流行环保 这些车根本都不知道二期还是三期的了 一个麻烦 全部人都拿了这些车 转身车 我们跟他们买车 这个很严重的 希望石律师 你们是法律界的人 希望你站在 多一些啦 不要站在政府啦 多一点点 躺身过来市民那里啦 因为我们全部的儿子 孙孙孙是不能来的 我想告诉我们中央人民政府 老头听 我们真是跟正洪妙的 我们走去哪里啦 如果是任从这班这样的人 官员 和这班人勾三搭四为非作戴的 最归到结局 是我们的受害 我的子子孙受害 我曾经说过 希望警察各方面 交通警 先去验了肺 叫李展元 潤呢 登记了先 看看两年后啊 看看那些警察 是不是全部已经是七级肺癌啊 肺癌啊 肯定的 因为现在 还有陈奉富生说过一句话 压烟是肺癌 但是这些巴士 这些车的话 是大肠癌和膀胱癌 好了 问题来了 癌症呢 是一个 对这个社会 是一个 那个 消费 是很高的 很难治很难治的 那好了 我想问一问 那几个 有份有时上来 姓玲那位先生 打算良心说话 不要啦 钱是应该赚 但是死了大陆棺材的 是 黄先生 不如我们今天跟你谈到这里先 下次如果有灵先生在这里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来问他 谈到这里 不如先去广告 回来之后 我们会继续谈谈 谈关于联署和交通局的问题 好了 回到澳门开港的现场 我们现在就继续和大家来谈一下 这个关于联署和交通局的这个纷争 第四样 我想所有市民都是非常之关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陆巴拉 他现在就虽然已经宣布想他们自己破产 但是他就中途都有提过要调整这个收费 是违反法律的 事实上好像在我们在坊间 还是报纸上看到的意见就是说 如果他是属于一个公共服务批级的时候 他根本就没有条件来说价钱 是吗 社律师 我尊重一些观众的 我不提一些法论 不提一些法令的名字 其实呢 严格上 原则上应该是 幸好刚才提到 如果这份是一份批级合同 刚才提到 大家处的地位是不同的 行政当局政府是高一点 他有他的权力 他的权威 与此同时当然在调整方面 是我们可以看到 譬如一些自来水 电力等等 电话 那不是说绝对不可以调整 但是不是好像现在发生的情况 好像大家平等去赶架 而行政当局好像没有他负 所以在这里 也都 廉政公署为何提出这些问题呢 就是说 其实 因为这样的方式去订到这样的合同出来 因而使到 这个 营运商方面 有这个机会 有这样的 议价的能力 去跟你在中途中 说我要加价 要怎么样 要补偿我些什么 那如果 这份合同 不是这样定 的话呢 根本这种情况出现的机会 就是可以避免 这个层面的 一方面就是说 这份合同的性质的定性 那为什么 是特居政府去订的 这份这样的 叫做新移民模式的合同 当然出发点 在交通事務局作出发点 但是我相信 我个人认为 不会是单凭一个交通事務局 那么简单 应该是有很多不同层次的 法律顾问去看过 相信也有不同的意见 另外是一个这个问题 因而为什么定性到 会有一份这样的形式合同 这个我相信是市民有移民 我自己也有这个移民 另外一个就是 刚才也提到 就是说 就算是定合同 里面相关有不同范畴的 领域的一些 有职权的部门 例如财政局 其实如果定到这方面的条款 是否适宜 刚才好像黄老师说的 提到 就是说 为什么不和财政局的法律顾问 了解一下 我们有一份这样的合同 会提及这件事 其实你们的意见如何呢 你觉得 会不会违反有关法律规定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 部门和部门之间的行政当局里面 真是一个 大家合作 默契上的问题 所以 在整体上来说 我仍然都是觉得 就是 似乎澳门特区政府 尤其是相关范畴的 这些部门 应该要尽快 但是 他就现在廉政公署 这方面的报告 这个 如果一般坊间说的 这个指控 其实应该有必要做一个 一个澄清的 如果是熟实的话 可能也要按有关的 现在有法律的规定 去追究责任 无论是政治责任 如果是有一些 市民怀疑的 私伤授受的情况下 我觉得 应该要去进行 是 其实刚才社律师 也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可能我们这些 订定合同的部门 还是局方 是有少少 对法律的条文 就并不是那么清楚 即是法律意识 是有少少的淡薄 黄老师 你又怎么看呢 我们是否真的 这么多的行政当局方面 他们自己的法律意识 本身就不是那么高呢 如果我这样看 一部分是 另外一部分是 有意为之 就是这个无地门事件 是不是真的他不知道呢 整件事来说 到现在都搞到一祸谱 所以呢 就是法律 往往是被人转了空子 尤其是澳门那么细形 法律翻译 还有一个法律的更新 其实都是出现不同问题的时候 我们其实 已经是为这个 新的巴士服务的合同 埋下了一个计时炸弹 现在我们去看这个 凡凡合同 原来延正公职公布出来 全都串了 那你都看不到 这个是什么问题 大家可想而知 也都不怪得市民 或者是 乘客来说 有这个怀疑 或者是阴谋论 这个是政府造成的 我觉得最强调 但是就是现在来说 我们要追究 第一 如果现阶段 现阶段 你说我保皇 我说一句呢 我是不赞成局长落台 你先搞定这堆东西 麻烦 如果他走了的话 没有走彭奇 更加可以乱 已经是叫做不作怀 去到乱作怀的地步 正正是由于 这个源头呢 就是 法律 行政法务的系统 混乱 那就是 混乱出现 一级一级去 混乱 所以这个责任 应该是 要高官问责 就是这样 去到政治的层面 要政治问责 现在就是 我们的政制 我们的法制 也有议员 这次的施政报告里面 法制 为什么是 着脈这么少的呢 原因就是 我们 又不懂的市民都知道 是去到 根本上是 没得救的地步 只能够是 希望 在高层 高屋建领 法律的层面上面 去治理这个问题 是倒流 去亡羊补牢 但是到目前为止 即使是这件事本身 我都未察觉到 他有这样的迹象 于是我们就非常之遗憾 为什么政府 对自己的缺陷 缺点 一而再 视而不见 没有在源头上去治理 没有真正做到阳光政府 是 我们不如再听一位家庭观众 郑先生的意见 郑先生你好 你好 各位你好 你好 廉政公司的报告 是吧 政府的所有部门 都涉及公众利益 是吧 是 但是根据是80年代的法律 80年代的巴士服务是占营的 对吧 跟现在的模式不同 现在的模式的新营运 是取消了 是公开投标的 政府根本是公开了投标 有标师有东西 郑先生觉得我们的法律 是异行法律 是非常之滞后的 是吧 根本就是 就是说这7年的巴士服务 40亿中 是不是全部是政府给呢 或者乘客的车资 里面占多少呢 可能还没公布 大家都不知道 是吧 就是廉政公司讲究的 服务费 是吧 服务费是当时投标的时候 就是当时的油价 遗收 以及当时的工资 去投标的 那现在的通胀 通胀是否要加上去呢 都不会合理的 因为当时 根本就没有浪费工资 就是我个人的看法 是吧 好 郑先生不如我们跟你谈到这里先 好吗 因为我们需要简短一点 我们后面还有其他观众 我们再听一位刘先生的意见 刘先生你好 是 早晨 各位支持 你好 是 请说 根本现在 你们讲巴士 六巴根本 已经 一开又已经成立 已经是有问题的 在参加公司 你觉不觉得 觉得 是吧 第一天就会出事 老实说 你现在调查 说什么也没用了 你根本现在破产 你有什么 有什么 有什么 财产破呢 所有的公帕 是吧 还有你联正公署调查 我本人呢 我已经去过联署 告过河董事务局 已经她的行政不当 但是联正公署 怎会回你呢 怎会回我呢 她说 没有问题 我有证据有成,交通事务部根本做事已经不合规格 而且你现在设计那些特别驾驶侧照 刘先生,关于这个特别驾驶侧照,我们应该会有一期节目来谈这个问题 左看右看,根本已经不合规格了 谢谢刘先生,我们今天跟你谈到这里 我们再听一位李先生的意见,李先生你好 你好,李先生你好,王冬哥来了 首先讲回这次巴士的事件 其实如果是一个局长或者一个所谓的司长 就可以私人去批准这件事,我是不多信的 就好像我们旧有的所谓的公务人主司 发生的事情有很多都不是他们可以控制到的 但是我想讲讲有关王冬哥这件事 冬哥,我觉得现在这次给了一个叫加工咨询委员会的委员 不让你做是侮辱了你的 因为在过去那么多的时间里面 对于这个交通事件都是很多去关注的 但是很惨,让你做了这个委员之后 完全是做不到事情 但是现在你们给的意见 给完之后呢 他们是当是视若无睹的 基本上看了这么多不合理的事件 我相信有机会呢 我们前一天都听到一些第二道的媒体上面 有些加工咨询委员会的委员都说 我们去开会,开完会之后 他们是不接受我们的意见的 只是很侮辱了我们的市民和关注加工事件的人 尤其是冯冬哥,你在这个范畴里面 是投入了这么大的资源 但是得到的是什么呢 我不希望这个政府再继续 有一些所谓的咨询委员会 因为他开了出来 只是拿你来做党建牌的 他们做错的事 他们一定不会去负责任 而你们去负责任 还要被人质责的呢 我觉得是很不公平的 好,谢谢李先生 我们不如给时间黄老师在这里 讲一讲自己理迹这么久的感想 我身份都很尴尬 往往出了这么多事之后 就会有很多媒体、很多市民去找 我这样看的就是 的确是一个化尽 立法会尚且如此 何况我们也无权无势 但是就是我们处于这样的位置 亦都是希望能够推动到 哪怕是我自己 希望推动到百分之一 他能够听到也好 是一个很卑微的要求 但是似乎都未必能够达到的要求 所以我们觉得遗憾 和这件事里面 亦都是要说一句不好意思 因为交资委员会的角色 定位就是这样 这个不单只是交资委的问题 而是我们应该通盘去检讨 我们整个五十个的这个委员会 政府下面的委员会 究竟是用了多少公帑 想达到到什么效果 我们行政长官说要职效评估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也都检讨好呢 评估这个 这个问题 另外一个是回应到 刚才黄先生所说的 我们不但有二手的发财巴 还有很多在行的 就是供奉服务的车辆 包括巴士 是用二手车辆 这个也是问题 所以我们交通问题 其实是牵一发动全身 不可以单单看这个合同 或者是应不应该去到刑事层面 政治问责 这些都是有一个合理的地方 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应该 轻重缓急应该马上去怎么做 这个也是政府应该同时考虑 不单单是我们这个角色去说的问题 不如在最后时间 我们也给石山来发表一下他的专业意见 就是你认为这件事 现在已经发展到这个情况 你又建议他是一个怎么处理方式 那联署他提供的三个处理方法 你自己又比较认同谁呢 我相信其实在这几个方法里面 当然你说如果大家平起平坐去谈 对方肯定不会再谈的 谈的时间也不容易 因为再加上有些诉讼还在法院 其实我刚才提到 其实我会觉得 应该政府是 尽快在这件事里拿出一个调查报告 还有在处理方面 应该是拿回权力回来 因为如果这份合同 是按照报告里面所说的 是违反法律的 那其实应该已经不可以继续了 在这方面应该是尽快作出处理 即是黄老师和石石律师的看法 都是要将这件事立刻公布出来 以及提供一个报告给大家 有市民可以看到这个透明的公布给大家 看看需要不需要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之类 其实很多事情是不同角度 还是需要再严谨去考虑 多谢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 我们明天和大家一起探讨的话题 就是这个楼市调控 是否真的这么有效呢 我们现在澳门的楼 是应该如何分配才是合理呢 在公屋、京屋和私人楼上 咱们一下 咱们一下 咱咱